国内棒球的消息 看到世界棒球经典赛最年轻的国手曾仁和 前阵子高中毕业之后是悄悄北上了 到桃园和和平镇高中的青棒队一起来练球 为了挑战美国的职棒 他最近是积极寻找一种全新的投球感觉 经典赛最年轻的国手Tossup曾仁和 高中毕业后上周悄悄北上 加入平镇高中的练球行列 为了挑战美国大联盟 他希望寻找全新的投球感觉 拼出旅美的身价 会选择在桃园练球 曾仁和说是为了避免杂事干扰 并且寻求去年世界青棒赛教练团的协助 一个星期下来他感觉相当不错 曾仁和自己已经确定要赴美发展 但是这次他在桃园练球 大联盟许多球探都不知道 更没有人来看过 对于相关细节有哪些球队接触 他的态度更低调 只说签约金少一点也没有关系 联合报缆中标桃园报导 不及避免杂事干扰送